日本排核污水这个事儿已经两个礼拜了 新闻的热度已经慢慢退去了 以至于啊很多人也不再探讨日本排核污水这个新闻了 这恐怕正是日本政府所期望的 他们期望排核污水这样一个重大的罪孽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让全球老百姓慢慢忘掉 毕竟它要排30年啊 以后排污水就是个常态了 所以呢没有多少人去谴责它 日本人甚至说你别看今天很多中国人抵制日本货啊 不去日本旅游可是用不了半年 他们就全忘了 日本人是打这样的如意小算盘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个新闻冷却下去 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由衷钦佩啊 从全球范围来看 民间反日情绪最高涨饱满的 那恐怕就是我们的云邦韩国了 此前的节目我们就说啊 韩国今天实际上成为了全球最拧巴的国家 因为在政府层面上 韩国政府对日本是全情支持啊 那简直表现的比日本政府还要过分 而民间呢 韩国老百姓对日本排污污水这个事情是非常的愤慨的 所以韩国民间和政府今天出现了巨大的认知落差 而韩国的反对党那是更加的英勇 前不久韩国反对党组织很多头面人物出来集体剃头 韩国是有这样一个削发明智的传统的 每当韩国的反对派政治人物要出来抗议政府的时候 他们就特别愿意削发明智 而另一方面呢 韩国反对党的首脑 当年和尹熙悦竞争过总统的吕再鸣 从八月底开始宣布绝食抗议 没办法 毕竟政权不在人家手里 他们没法改变政府的决定 所以就要用绝食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去抗议 到本节目录制的今天啊 李在明的抗议已经持续12天了 虽然在绝食的过程中 他每天能喝一点水 补充一点生理盐水 但是十多天的绝食对李在明的身体已经造成巨大的打击了 他还能坚持多久呢 有没有可能在绝食的过程中出现意外呢 而且韩国政府虽然明知道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在进行绝食抗议 可是对他的行为是不闻不问的 根本不考虑你的生命安全 甚至9月9号那天韩国的一个检察厅还传唤了李在明 结果绝食十天之后的李在明 拖着疲惫而消瘦的身体 以及花白的胡子进到了检察厅 接受韩国检方的询问 是的 在韩国今天的执政者看来 反对党的抗议是毫无作用的 根本不可能改变他们亲日的态度 李在明是抗议日本排核污水吗 这当然了 但李在明更抗议的是 韩国政府今天对日本排核污水这个态度 更让人心寒啊 日本作为一个外国政府 他处理本国事务 他把核污水排到大海之中 这个是不对的 可是韩国不大可能因此就派兵去打日本吧 然而韩国政府现在做的是连抗议意义上都没有 甚至要主动为日本政府背书 告诉韩国老百姓 日本排的这个核污水是完全没问题的 甚至可以正常引用的 是这样的态度更让韩国老百姓心寒 日本排核污水之后 尹熙悦做了什么呢 尹熙悦自己到菜市场买日本来的鰻鱼 尹熙悦要求总统府的食堂大量采购海鲜 尹熙悦甚至指示政府的部长们要求大企业的食堂也去买海鲜 因为今天在韩国大量的老百姓不敢买海鲜 尹熙悦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挽救韩国的水产业 可问题是你明知道日本排核污水之后 会对韩国的经济 韩国的水产业以及老百姓的信心造成多大的损害 可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让他排呢 要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在美国戴卫营参加了会议 和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尹熙悦会面之后 才敢排这个核污水的 如果韩国能像他国政府那样坚定不移的反对 日本他还能有这个胆子吗 而且今天尹熙悦政府的倒行逆施啊 绝不止排核污水这一件事 比如说前不久就传来消息 韩国国防部啊准备把位于国防部大厅的 多个韩国抗日名将的雕像给移走 原因呢是因为这些抗日名将后来逃到了苏联 接受了共产主义 结果哪怕他们抗日都不应当再称为韩国的英雄 今天他们的雕像要被移走 而要换成亲日的将领 甚至韩国首尔一座公园中的抗日名将的雕像 也被移走了 是的今天在韩国发生的很多事情啊 不由的让我们想到了乌克兰 波兰这些中东欧国家 大家知道吗 这些国家这些年来不断的在去俄化去苏联化 他们把境内大量曾经俄罗斯的名将 苏联的名将的雕像移走了 哪怕这些人当年从纳粹的铁蹄中 把乌克兰把波兰解放了出来 让他们的国家获得了独立 可是不行 由于他们要去俄化 所以俄语是不能讲的 俄军将领的雕像是不能在本国存在的 以至于难怪前两天 9月1日 全俄中小学开学之时 普京总统讲了第一课 讲的就是二战的历史 他要让全俄罗斯老百姓记住 二战欧洲战场是苏联居民付出了几千万牺牲之后 才赢得的 而今天韩国似乎做的更过分 好歹人家波兰乌克兰移走的 是俄军将领的雕像 现在他们和俄罗斯已经是不同的国家了 可韩国人要挪走的呢 是本民族英雄的雕像 只因为他们曾经抗日过 是啊 尹熹岳总统不就发出过这样的指示吗 在此前的三一讲话和八一五讲话之中 尹熹岳多次表示说 今天日本已经是韩国的伙伴了 要求大家不要再揪着历史问题不放 甚至韩国最高法院判决的 要求日本企业赔偿也不要旅行了 还是让韩国财阀企业掏俩钱算了 也就是说 本届韩国政府奉行的是极端跪舔美日的策略 不单在现实层面上要同意日本排河污水 要对日本的政策一步一驱 甚至在历史层面上也不追究日本的问题了 甚至把抗日名将都要移出国防部了 尹熹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很多人说尹熹岳也不容易 因为过去几年文在寅在任之时 韩日关系非常不好 由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导致韩日冷战了两三年 甚至最关键的时刻 日本都对韩国卡脖子了 日本宣布把大量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对韩国禁运 导致韩国财阀企业无敏下锅 所以尹熹岳上台之后要积极修补韩日关系 是为了使韩国经济能够重新向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尹熹岳也是相忍卫国 可问题是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尹熹岳真的是跪舔美日 可是韩国经济有起色吗 不但没有 韩国经济反而愈加的向下沉沦了 文在寅当政的2020年 2021年 韩国经济进入到了全球前十位 韩国被联合国认为是二战之后 唯一一个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特律 所以韩国经济在文在寅手中还是不错的 可是2022年的韩国经济怎么样呢 看GDP啊 2022年韩国央行公布的数据 韩国名义GDP约为1.67万亿美元 排名全球第13已经落在了意大利 巴西和澳大利亚之后 2022年韩国名义GDP呢 是2161万亿韩元 同比增长3.9% 但是由于韩元对美元汇率 2022年年均大跌接近13% 所以韩国名义GDP以美元计价 同比下降了7.9% 人均国民总收入同比减少了7.7% 是的 2022年韩国等于全年白干大幅倒退 这一年可是在尹熙悦的当政之下 尹熙悦跪舔美日的政策 不但没使韩国经济往上走 反而向下去了 尤其是进入到2023年 韩国经济更是遭遇了连串危机 此前的节目我们就说过 韩日两个经济体 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 他们本国既缺乏资源 也没有能源 更是土地狭小 但是他们唯一有一个能力 就是有工业能力和高科技产业 所以过往这些年 日韩经济为什么腾飞 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做世界工厂 大量生产产品卖满全球 他们靠出口奠定了本国的经济奇迹 可是日韩两国最近的出口都很不好 尤其是韩国 8月1日韩国贸易部公布的初步数据就显示 韩国7月出口额503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16.5% 连续10个月下滑 跌幅创三年以来最大 而其中芯片需求更是进一步恶化 韩国半导体出口同比下滑了43% 20天后韩国关税厅也发布了一项最新数据 韩国8月前20天的出口额为278亿美元 同比下降16.5% 进口额为314亿美元 同比下降27.9% 今年以来韩国累计贸易逆差已经高达了284亿美元 是的 韩国正在遭遇史无前例的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韩国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赚不动了 它的进口大大多于出口 它通过对外贸易不但赚不到钱 反而要亏钱 这其中尤其是芯片的巨幅下跌 大家可以想见一下 为什么韩国的芯片出口不行了 这不就是因为韩国非要加入到美国的战车之上 对中国高科技出口吗 2022年以前 韩国每一年把大量芯片出口给我国 使得过往30年的中韩贸易都是我国对韩国逆差 而当韩国收紧了高端芯片出口之后 反而是我们把大量的中低端芯片出口到了韩国 以至于从去年开始中韩双边贸易攻守异位 我们从30年的贸易逆差转变成贸易顺差了 这对韩国来讲可是巨大的打击 尤其是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 韩国产业界中有很多人非常惶恐 这个9月份 他们说在这个9月份 韩国有没有可能遭遇到经济上的大败局呢 因为当年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韩国经济都在9月份遭遇到巨大危机 而这一次9月份又要来了 甚至韩国经济的基本面比前两次还要惨很多 起码此前两次韩国没有长达10个月 长达一年的贸易逆差呀 所以大家看看 尹熙月桂田美日 难道真的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好处吗 没有啊 一方面中国市场 韩国企业几乎赚不到了 什么韩国的电器 手机 汽车 甚至韩流明星 那都已经和中国市场远去了 另一方面呢 反倒是在国际市场上 我国大量的商品正在和韩国竞争啊 甚至今年上半年 在造船领域 我们都拿到了七成以上的订单 韩国可能连造船业未来 都没法和我们相提并论了 而最关键的是 你跪田美日 好歹得把美日的市场拿下来吧 可是任美国在北美搞通胀削减法案 给大量北美本土生产的电动车 接近一万美元的补贴 可是韩国的电动车 对不起 人家不给你这个补贴 要知道 今天在中国市场上 你几乎看不到韩系的电动车 可是在北美市场上 韩系电动车卖的还是不错的 可是等人家那个补贴下来之后 韩系电动车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换句话讲 尹熹悦跪田美日的举动 白白丧失了国格 可是对经济没有任何的帮助 而且今天韩国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是越来越重了 到现在为止 尹熹悦的支持度已经连30%都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在盘算 下一步 韩国反对党有没有可能对尹熹悦提起弹劾呢 毕竟当年朴槿惠总统就是被弹劾下台的 而今天大量的韩国老百姓说 相比于被关到监狱中的李明博和朴槿惠 他们两个都比尹熹悦好的多的多呀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